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有一宗很刺激的消息,很juicy的 早幾天放出來,就是講許家印 就是許家印三父子 他們的奢尾生活和癖好 現在是根據一些公開報道去說 他們在網上有...這個真是好笑 有一個恆大集團領導客市紀錄總表 其實已經傳了一段時間,不過現在又再傳過 說許家三人奢尾生活和有很多癖好 說說許家印大兒子許智健 許智健在2010年加入了恆大集團 有四大職位的 恆大集團副總裁、元臨集團董事長、力託公司董事長 和物業集團董事長 許家印第二個兒子就叫許騰鶴 他進了恆大 有傳聞 就是許家印二兒子進入恆大後 許智健就拿了加拿大PR 就是永久居留 許騰鶴在恆大中的豬三角公司 就當了董事長很多年了 也負責過恆大財富的重要工作 許智健列出的喜好 就是什麼呢? 他就是吃硬中華煙的 住在酒店房間空調出風口 要提前清理乾淨 雪櫃裡面有椰汁罐裝 相信是海南第一品牌最低俗的椰汁 另外他要喝什麼呢? 許智健說他要喝雅薩母奶茶 這個阿薩母奶茶應該是台灣的合裝飲品 好了 許智健床上的暴躁每天都要更換 房間要多一條被子 他喜歡喝可樂 以及喜歡吃薯條 究竟是真還是假不知道 這也不是很奢華 也不是很奢謂 有些人說很奢謂 這也不是很奢謂 他弟弟 許藤鶴 他的職務就是恆大地產集團副總裁 兼高科技集團常務副總 他喜歡別人叫他Peter Su Peter Su 他不喜歡別人叫他中文名 中文傳導許藤鶴 他不喜歡 可以叫他許總 房間要無煙樓層 登記用Peter Su 電話門口也要請密打擾 Wi-Fi要夠勁 還要是Laptop的Router Laptop的名稱叫Peter 即是Wi-Fi要叫Peter 密碼叫Peter123 房間的室溫控制在23.5度 濕度60% 還有幾部加濕機 要提前調整濕度和取暖氣 保證這個房間是冬天不冷 夏天不熱 房間就要有最新生產日期的 伊雲飲用水 即是Evian 法國飲用水 那算不算車眉? 老實實 這個真的不算車眉 我認為不算車眉 Evian 一般人也能喝得起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車眉 我不認為 他吃什麼早餐 他喜歡Panforce 407 那就是Panforce 407 那這款是Cabernet Sauvignon 是不是很奢侈? 那我又不算了 過了幾百塊瓶而已 他喝白酒 就喜歡喝飛天茅台 飛天茅台又不是超級貴的東西 就是我認為 他就要有保鏢三個人 還有秘書就要在隔離房間 包房吃東西 他就喜歡水煮花生 夏天就要冰凍的紅牛 還有咖啡各十罐 這些是很普通的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他兩個兒子是不是很車眉 我又不覺得 但是許家印一枝雪茄 就要三千元人仔 三千元人仔是不是很貴 一枝雪茄 這個真的有點貴 一枝雪茄三千元真的有點貴 我知道有些朋友吃雪茄 我自己也不吃 有些朋友吃雪茄可能都是 百多港幣一枝 古巴雪茄是百多港幣一枝 所以如果三千元一枝就很貴 許家印旗下有 恒大冰泉這個飲用水品牌 但是許家三父子他只是飲什麼呢 他們說的叫科納 科納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科納我也沒有聽過這個牌子 伊雲就聽過了 Evian 這個就聽過了 這是礦泉水 但是為什麼他會叫科納呢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寫的科 許家印住在酒店的時候 是不讓其他男人進入他的房間的 房間的濕度和溫度都有專業要求 對走廊的聲音分貝都有相關標準 茶具這些隨身物品都是專人專用 食煙的煙灰缸都是私人訂製 那代表他比較麻煩 也不是什麼問題 恆大在9月28日發了公告 許家印被採取強制措施之前 許騰鶴已經被帶走了 這是根據公開媒體的報導 同時被帶走的還有道亮 這就是恆大財富總經理 還有潘大榮 這是恆大集團前的CFO 接著還有欣立圖 就是恆大物業董事長 以及其他跟恆大財務瓜葛 比較深厚的高級管理人員 還有之前爆發了許家印有恆大歌舞團 恆大歌舞團的女子很索 但是 現在還爆發了許家印就養了20個電梯管理員 即是駕駛人 每個駕駛人的年薪就有30萬 只是駕駛而已 即是比東京電梯女郎厲害 還有就是許家印名下私人秘書和保鏢 多到數不升數 那麼電梯管理員 即是駕駛人的日常工作 就是服務許家印和他的私人秘書和保鏢 為什麼要養了20個電梯管理員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許家印把恆大的總部 就從廣州搬到深圳 恆大在廣州的時候 他在珠江新城那裡有整棟的房子 就是總部來的 許家印是自己有專屬的電梯 那麼恆大在深圳之後 就沒有了自己的寫字樓 那麼 許家印就在 深圳卓越後海中心那裡租了20層來做辦公室 整棟樓就有42層 許家印的辦公室就在41和42層 因為 不是整棟樓都是自己的 那麼他就沒辦法有自己專用的電梯 那麼 許家印出門口就不喜歡等電梯的 他就 喜歡一件事就是人到電梯到 要麼就是電梯在那裡等 所以許家印就養了20個開電梯人 那麼如果開電梯人 沒有做好工作 就會被許家印劈頭 罵過幾宗的 這個傳聞就是這樣 還有呢 這個開電梯人就不只是在 深圳那裡開電梯 有時候外出的時候他也可以開電梯人 那麼 許家印的這個恆大歌舞團 他在深圳恆大總部42層那裡 有些秘密就被網友曝光 那不僅是真還是假的 這些傳聞而已 他就說 這個41樓和42樓不是一般人可以上去的 只有恆大的高層 總裁辦的女秘書才可以上去的 那麼41樓就是餐廳茶室和健身房 還有卡拉OK 那麼許家印會在那裡宴請他的重要貴賓 那麼當然會有恆大歌舞團的人去陪伴 那麼 這個 Pow Taze 說這個廣東電梯女郎 比日本電梯女郎厲害的 這個厲害的 喏 那麼 Rosetta Tang 說 她早就把錢給了她的家人 給了老婆之後假離婚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傳就是這樣傳 現在傳就是這樣傳 滴滴又在室內教訓幾個小時 不知怎麽 那麼Tita第一爺就說好像大L一樣 出門不喜歡有人 蹲在那裡一樣 那麼 大樓就不是 大樓在黃室寶不喜歡有人蹲在那裡 黃室寶是她的 整套黃室寶都是她的 那麼 那麼香港藝民就說 真正富豪有專用電梯 電梯由保安和保錶負責 怎麼使用電梯女郎 聽起來也是很普通的 其實現在國內的人說她很奢侈 其實我就說 其實也不算很奢侈 如果以一個有錢人來說 就是她喝一下Evian 很多人都會喝Evian 也不是什麼名牌東西 說真的 Evian也不是真的很貴 也不是什麼問題 那麼她說要有Wi-Fi強 我租酒店也要求Wi-Fi強 而且她說要一個酒店有 正音標準 我租酒店也不可以太吵 這條走廊 哈哈哈 很多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你跟酒店說定要 所以她說要一間Wi-Fi強勁一點的房間 還有就是要不要太吵的房間 就可以了 這間酒店也說定的 好了 那麼Wi-Fi強勁就說 聽說中國銀行幫她加印擔保 欠美國的錢要中國還...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恆大的債券很多都是賣給散戶的 如果你要玩債券財技 舉個例子 一萬元還六百 那些洗腳淋的 如果你一萬元還六百 你一定要買債券那些是散戶 你才可以這麼做的 如果是大戶買債券 你這個財技就打不響了 就像蕭定一那樣 他做了債券 一批債券出來 他又要債務重組 他可以否決他的 如果你的債券是集中在一群人手上的 他就可以否決你所有債務重組的 決定 因為債券是要投票的 是不是? 那他做了這個動作 因為其實有時候是怎樣的呢? 他發行債券就自己買回來 哈哈哈哈哈哈 先踢爆一下那些人 他自己有關聯的公司買回來 那你到最後債務重組 就不關自己的事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喏 那說到這裡 就算了 喏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講其他話題 花生料講一會 休息一會 probl謝79 他趕議 是的 是 Vet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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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